HELLO 大家好,我是 Kai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槓鈴摩推 在操作時的幾個技巧以及一些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在開始前我會先帶大家做三個 簡單好用的動態伸展動作打開我們的活動度 在操作槓鈴摩推時能讓你更加的舒適穩定 也能大大的降低運動傷害的風險 首先第一個動作我們先準備一個卵式長棍筒 然後墊在我們的胸椎 好 雙腳微彎 腰椎保持中立 雙手向上 伸展你的胸椎這一段 如果你有朋友的話可以請他稍微幫你下壓一下手部 伸展你的胸椎 然後這個時候臀部慢慢上提 慢慢上提 慢慢上提 好 記得要維持你腰椎的中立 不要刻意彎曲你的腰椎 然後臀部慢慢下放 臀部慢慢下放 伸展你的胸椎這一段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的重點是 你要有意識的控制你的胸椎 而不是你的腰椎 不要去彎曲你的腰椎 然後這個動作重複做個數次 打開我們的胸椎活動度 對於我們在做任何重訓動作都有很好的幫助 尤其像是肩推 深蹲 硬舉 引體向上 握推等等 很多人的胸椎活動度並不是太好 卻要仿效一些建立選手在握推時的拱腰 這會導致你不但沒有辦法提升握推的重量 反而讓腰椎帶長來彌補胸椎活動度的不足 壓力都集中在腰椎 導致下背不適甚至受傷 第二個動作我們找一個枕頭墊在我們的頭部 身體側躺 雙手交疊 然後雙腳彎曲 可以的話找一個東西夾在我們雙腿之間 手慢慢的向外畫圓 慢慢的畫 然後臉朝上 記得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有一個重點就是 要盡量保持我們腰椎的中立 盡量去活動我們的胸椎 然後吸吐 吸吐 然後再回去重複數次之後 然後我們再換另外一邊做同樣的動作 第三個動作我會帶大家做一個肩部的伸展動作 那我們可以找一面牆 然後記得你的臀部 上背 貼著我們的牆 然後雙手往上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重點就是你的腰椎 盡量保持在中立 有些人活動度不好 他沒有辦法貼到牆面 他會覺得很痛苦 他會帶長 他會去把腰往前頂 然後 上背往後 好 既然不要 我們先把背貼好 貼好之後 好 手再起來 然後慢慢 先吸一點氣 然後吐氣的時候 慢慢往上伸 伸展我們的肩部 好 記得我們的頸椎也是 頸椎也是保持中立 好 下放 好這個動作一樣 重複數次 打開我們的肩部活動度 有些人活動度不太好 他可能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會覺得很緊很不舒服 很卡 甚至覺得好像要抽筋的感覺 這都是正常的 不過我們慢慢來 不要太急 好的那我們現在肩甲也開了 胸椎也開了 可以舒舒服服的訓練我們的臥推 首先找一個適合你的槓高 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大約在你手肘微微彎曲的高度 護槓的位置我之前影片有提到 略低於胸高於喉頭的位置是最適合的 為了讓大家看得更清楚 所以今天的示範我不會裝上護槓 但平常大家在訓練的時候 還是要把護槓裝上比較安全 當你躺上握推椅時 雙腳穩踏地面 這時候側面來看 腳掌踏的位置會建議 稍微低於膝蓋 對於握推時下肢的力量傳導會比較有幫助 記得全程把我們的頭部 上背、臀部貼著我們的握推椅 完成好準備動作時 這時候槓的位置約莫會落在與我們視線平行 腰的部分我再說一次 如果你胸追活動度不是那麼好 千萬不要去仿效那些建立選手的拱搖握推 每個人活動度不同 背拱的位置也不一樣 你用適合自己的角度就可以了 過度拱腰只會有反效果 再來大家最常聽到的肩甲後收 這個是有後收 這個是沒後收 這個是有後收 這個是沒後收 夾好你的背部 後收肩甲並且下放 繃緊後背肌群形成良好的解抗 檢視好各個部位的位置之後 我們再做出槓的動作 出槓後 槓線、手腕、手肘、肩部會成一直線 這是準備時最穩定的相對位置 接著我們來試著抓出最適合自己的握具 今天我們不討論為了減少形成常使用的寬握 我們先從一般握推時的握具講起 那要如何抓出適合自身的握具 其實很簡單 我們先把槓放到最低 碰觸到自己的胸下 找到一個手腕與手手接近垂直的位置 手手不要可以打開也不要內收 維持在一個最自然舒服的位置 從上面來看與身體會呈現大約45度左右 此時握具會比較適合你自己 再來很多人握槓的位置會太高 導致手腕壓力過大 造成握推時不穩定以及手腕疼痛 比強的握槓位置會落在偏向手掌下方 這能讓你更省力更穩定的操作握推 大家可以看到在握推的時候 槓的軌跡會呈現自然的弧形 而非直上直下 我們可以空著雙手測試一下 正確的角度可以讓你很舒服的下放到底端 那如果你可以用平行的話 那下放到一半的時候 你就會感受到肩部夾擠造成疼痛感 所以新手在訓練握推的時候 不要刻意把你的手肘打開 那這可能會傷到你的肩部 當然也有很多建立選手會在上推時 技巧性的打開手肘 讓更多的肩部參與 當然很多的建立技巧 對初學者來說都還太早了 追求大專量並不是你目前該做的事 我們的訓練應該是要先從穩定的進步 健康安全的成長之後 如果你有興趣再去多學一些額外的技巧 另一個常見的握推錯誤就是 下放時太快導致離心時幾乎都沒什麼張力 大家要知道訓練時維持肌肉張力 是增肌的重要關鍵 所以好好控制好你的離心 這有助於提升你的肌肥大效果 維持握推時全程的肌肉張力 下放至低點時輕觸你的胸下 然後發力上推 下放的點我們從側面來看 槓線與手腕手肘會呈現接近90度垂直於地面 上推時再回到與肩平行 維持每一下訓練的良好品質 最後來跟大家聊一下這個呼吸的運用 很多選手以及老手都會有自己的調型模式 我這邊只是提供一個大方向給大家做參考 出槓時我們先吸一口氣 含在我們的腹腔內 下放至低點到上推這一段 你可以把氣憋著或是微微的逼出點氣 上推至頂點時才把氣吐出然後換氣 如果重量不會太大 我自己一口氣會習慣推二到三下 再說一次 調息的方式因人而異 你還是得靠不斷的訓練 找到適合你的方式 好的希望以上的建議能幫助你們對於我推的進步 那有任何問題歡迎留言給我 想想更多的話就歡迎訂閱囉 既然該 下次見 掰掰